《華夏建國論壇》 主持 莊元生 陳雲 《華夏建國論壇》 回到第二瓶 剛才忘記了另外介紹這本《紫禁鑄金譯》 這個鑄譯人叫李余叔 非常古話的名字 余夫的余,叔父的叔 他是我老師 我以前在台灣私大的時候 收墨子的時候 用這本教科書 但是李余叔就是我的老師 黃東珍老師的老師 這本書最後的部分 就有一個叫做後記 就是註譯後記就是黃東珍老師 他就說這本書未寫完的時候 他老師李余叔已經過世了 他就負責跟他一些編章整理 還有再完整、再註譯 這個可以說回 老一輩的讀書人 有一種字 其實這本《金鑄金譯》 是黃東珍老師有份註解的書 他有份參與的 但是他沒有用這本書作為教科書 就用了這本經典的書 就讓我們去讀 這本就是悲疾來的 現在都很難買得到 但是在網上可以找得到的 內容、材料都找得到的 古老讀書人都希望 拿到一本書 在手 看看會比較過癮些的 通常教書都不會找自己的家牌來教 都是找別人的 這個也是 特別是人民科的傳統 自己教自己是沒有意思的 有些 等你自己學生在發言 我也是這次去借書才發現到 因為我老師經常提這位老師 但我不知道這本書 他有份去註譯和寫的 這次看回後記才發現 有所得益的 剛才老師就說到 很多華夏文人寫的東西 都很有邏輯 還有詩片都很嚴謹 但就沒有特別標榜出來 不會說好像默子一樣 特別標榜出來 什麼大故、小故 所謂三表法 用一些術語 其實這些是很純科學的東西 為什麼會出現呢 因為當時寫這個《默經》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很多辯論 其實跟當時的《明家》辯論 就是《明家》就看出 什麼白馬飛馬、堅白論 這些東西 因為默子要跟他辯論 才產生了純科學 如果不是出現這些對手 他就不會寫到這些東西出來 即是說能力 但又沒有這種能力的描述 正間有一個《明家》出來 剛才莊老師說的 他喜歡辯論這個《明學》 即是說《明慈》的定義是什麼 可不可以這樣詭辯 既然他死到處張揚 自然就惹來《默家》跟他對手 因為剛才說十大主張 有一個就叫上同 大家有一個統一的標準 因為《明家》就是說 沒有統一標準 你說怎樣的時候 他還會非常違反常識 會提出一些詭辯的東西 我們現在俗語所說 找東西來爭辯的 剛才那些經典說的白馬飛馬 他說白馬是秒數白的 不是秒數馬 所以白馬這個名詞 不是馬 跟馬馬的關係不大 重點不是馬 這些是一些鬼便 他也是白馬 當然是馬 白色的馬 有些更離譜 叫狗飛犬 為什麼狗不是犬呢 因為他解釋就是 因為狗和犬 可以是 因為它兩個不同的字 定義不同的時候 其實兩樣東西 可以不是不同的 即是雞蛋類條 找東西來咬 總之一個名詞 就是帶一個真實的參考 真實的參照 真實的東西 既然名詞不同 當然一個真實的參照 就不同了 這個是拿來咬 是對的 但不是常識 當然犬和狗 是在俗稱有差別的 狗就是那些 就是夜外死為酒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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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不敢分 這個就說回 墨經出現的一個背景 大部分都是這樣說 但我有一個補充 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一些叫做純科學的內容 就是因為本身來說 在墨子裡面 需要面對很多工程 所以墨子是一個地盤路來的 或者可以一個工程師 工藝師 工程師 因為真的要建成或者建屋 以前是要有圖織有觀念 有對程 做材料 買材料和之類才會知道 所以這些一定要計算 只不過它寫不寫下來 所以變成是 它需要這方面純科學的知識 來給它工程那方面 有一個很準誠的一個理論的基礎 但是也看到戰國時期的建造技術是進步的 是的 在諸侯列國之間 通常我們說 為什麼要把東西寫出來呢 因為弟子多 學完之後又離開 為了使得它的成脈是準確的 它一定要帶一些圖紙 帶一些理論走 否則經常要跟著師傅 講到這個墨子 或者墨家成的團體 幾乎在《秦統一》之後 叫做消失了 消失也非常快 剛才講過這些內容 最近看了一本書 日本人寫的叫做《酒見言一》 其實這本不是新書 它是墨公 後來也改編了做這個電影 劉德華主演的那個 墨子的墨公 是工程的 進攻的工 這個《酒見言一》 它雖然是小說家 但它本身的出身是日本愛知大學的哲學系 其實它寫很多關於哲學家的傳記 它寫過《顏淵》 也寫過《諸葛梁》 這個就寫墨公 它在後繼那裡有一段說話 它說秦始皇它用的是法家的思想 思想是用法家的 但是它那個具體的兵制的結構 其實是墨家的教團 就是用它那種 因為在墨子 它裡面有很強的那個叫做黑社會的地下組織的能力 它是整班工藝 就是工長師 另外它也是有祭祀 有尊天名貴 它是有信仰的團體 所以這個作者判斷是因為秦朝的統一消化了墨家 在軍團裡面可以說 但是它因為不喜歡強權統治 而且當時不主張人家兼兵 所以都應該不… 那個組織或者內涵可能被秦軍團吸收了 但是那些人物應該就真的散落了港湖 後來就變了一些合客 全面撤出 因為都已經統一了武將打了 後來就變了… 我就有個判斷的 這些人後來去到這個巡末的時候 就變了所謂的遊合 或者變了刺客 在這個史記裡面就有這個遊合而轉 還有這個刺客而轉 很多都是講不到來歷的 只是講到哪一個公子賣… 門下 或者是招聘一個人幫他復仇 或者看到有些不平事 忽然間有個客客出來復仇 然後就離開了 那那個來歷的人就不知道 這些地下社會或者神秘組織 中外皆有的 有些可以比較有趣的對比 類似神秘學的 可以給大家作為一個參考 可以先出一出一幅圖 這個就看到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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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共濟會的建築物的標誌 這個就是石頭來的 這個建築物那裏 這個很古老圈 就生了… 生了這個青苔 是啦 旁邊就引了一段墨子 完全是解釋到的 墨子在發儀篇那裏 雖至百工從事者 易家有法 就是所有… 就是從事百種工藝的人 一定會有個法規的 百工以方… 百工為方以舉 為原二規 完全就是解釋到這個 共濟會的標誌 見到共濟會的標誌 上面是一個原規來的 做工匠 特別是做建築那裏 就一定是有角尺 也叫規 圓規 還有舉 圓規 即是橫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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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直角 即是中外都是這樣 即是我們現在 詞語講規矩規矩 就是這裏 畢爾 孟子都在講 是 即是大家的共識 這兩句說話 就很明顯解釋到 為何這個共濟會 就用這兩件事來作為 神秘符號來的 在漢專畫 即是漢朝出土的專畫都有 譬如復熙和呂波 一手就像郭聖 一手就像圓規 代表是天圓地方 天圓地方 對這一個是 都很神秘 我記得上次 有一次講到 古文明 很奇怪 在一段時間 中西 甚至是印度 都同時間出現 但又忽然間 又沒有人理這些東西 譬如剛才說的 那些 復起雷窩 那些 拿著規矩 那些神像 即是那些壁畫 那些 看袋之後又沒有人理會 忽然間 又出了圖才知道 所以就很奇怪 所以現在你看看 有些工藝怎麼流出來 你見當年 秦始皇的兵馬龍 一被挖出來的時候 舉世驚訝 沒有理由那些 那麼準確的工藝怎麼出來 做馬車的比例 或者做人像的比例 和人像都不同 因為後來那些 秦之後的數像 都失了這種比例 接著就說 從哪裡來 為什麼會失傳 因為我們看回 漢朝的一些 那些圖融 都非常粗糙 比例又不對 當然一個人有特殊的美學 但又不是那種 我們今天覺得是寫失的那種比例 或者那種不足 或者是雕工 那些 所以就朝夜的人去猜測 是不是那些羅馬士兵 有些被秦朝俘虎了 或者變成僱傭兵 在那裏幫他做這些 教一些工匠 即是教漢人工匠 在那裏做這些兵馬龍 這當然是猜測 是的 那剛才講過 那可能是秦朝消化了這個墨學 那其中 除了軍隊的那個消化之外 他的功勵 亦都是被他吸收了 是他大帝國 例如在萬里長城 還有這個兵馬 用那個精準的程度 現在你見出來 還有那種科學 即是大家都做不到的 是的 這個很神奇 亦都可以說 忽然間就沒有人用 然後就忘記了 然後就不見了 亦都沒有來源 然後就叫做來無影 去無蹤 這樣 亦是文明的常態 我們雖然說 數千年一脈雙串 但中間亦有很多 是放放忽忽地不見了 然後地下出土了 才知道這些東西是甚麼來的 為什麼當時的史書沒有記載 是的 中國的脈殼就散失了 或者叫做地下化了 那共濟會的情況是怎樣 給大家多一張圖 就很有趣 這個就有趣了 這個就恐怖了 這個就恐怖了 隔壁那個呢 就是共濟會的標誌 另一個標誌 就有個眼在這裏 這個眼後來就在美金那裏出現了 就是美金上面有所謂全資之眼 究竟為何會 美金會有這樣的標誌呢 沒有人能解釋到 沒有人能解釋到 當初為何會整約無影無記載 總之是一些保佑國運昌龍的富豪 確實是國運昌龍 你見我們華夏當今的鈔票 除了大清那些有條龍之外 現在的那些都見不到那條龍 所以這個也就是 現在沒有話可說 只是見到毛澤東 早期見到蔣介石 現在台灣的那些就出條魚仔 或者一些土生的蜜種 土生的瓷雞 就放在那裏 有些不成體統 所以我記得陳文老師好像說過 香港的紙幣 就是渣彈銀行 有些什麼瑞壽 四零壽 就是龜鳳龍龍 加上民間的鯉魚 那就是一個英資的渣彈銀行 找一個比利市的外籍設計師 幫我們華人做出來的 那就可以回到正常畫面 這個是有些神秘的學習 講這個共濟會 它的英文 你們看回它的英文 就是VMason Mason是什麼意思呢 石像 就是從事石像的工藝 就是我們以前叫做打石佬 連上水都有一大班 所以這些神秘集團 就剛才說 就是你墨子就地下化了 或者叫做消失了 那你共濟會就非常之活躍 在這個西方那個政壇 是的 所以 神秘組織來的 你找不到它 你看到它的會所 裡面是沒有空 除了有乾坑之外 裡面是沒有人 是的 這個 香港就有共濟會的 我聽台長講過 香港有共濟會 中環有一間 是的 很多人都不是這個秘密 都是這個共濟會的會員 所以有一個說法 就是說 這個神秘組織 其實就操控了全世界的 那個背後的政治運作 或者叫做真正的國家 就是在那裡 是的 真正的國家其實就操控了共濟會 所以如果你相信這件事呢 你就可以解釋到 為何美金上有一個全資之硬 是的 就是叫做宣示主權 有批資本家 或者銀行家 其實就是背後就是 譬如說 指助一些南北戰爭 那些人 就是統一戰爭 獨立戰爭 那些金主 是 那另外 另外就 這個 講到 除了這個共濟會 和這個 墨加軍事力量的比較 另外 另一個比較 慣常出現在這個墨子研究的比較 就是 將它和共產主義作為比較 是的 都是檢外 是的 大家都檢外 所以早期共產黨都拿這些來做 是 在中國的 傳統中國 或者是 他們叫做封建時代 都有少少的社會主義 思想萌芽 其餘就是太平天國那些 或者是五斗米道 是的 大家都 崇尚兼外 和上同 就是 你見這個 四個堅持 第一個就是堅持 共產黨 這個領導 沒有分階級 大家用同樣的東西 那些三副衣裝也都不是太過華麗 大家都是一樣 比如共產黨早期 大家都是穿毛澤東的解放裝 大家都是青衣色的藍色 或者軍人就是青衣色的綠色 是的 大家都是這樣 這些堅怪相同 同樣都是一種 比較扭曲人性的一種方法 去符合一些崇高的理想 是的 而且它兩者的思想的背景都 那個形式都有點類似 都是在壓迫之下 產生一種舊世的思想 是的 共產主義的產生就是因為 這個資本主義的出現 或者叫做工業革命之後 所出現的對勞工 各樣的資本對人的壓迫 早期是有的 農民被那些地主用圈地運動 奪了一塊地 然後就趨幹去城市 做礦工 開煤 或者是在暴廠織布 開煤就很容易 吸引了煤 就死了 尤其是銅工 都只要送到煤坑裡轉 很窄 很棒 現在在城市做織布 那些灰塵是飛 還有機器很重 好像集團手腳 結果又是被 它當年的工人運動 或者通情工人 是有一個實際的 實際的 實際的歷史背景 對 今天當然有另一種壓迫 那樣是不停的 是不會停的 但是就算數了 你都不知道怎樣教訓 是啊 當年英國的圈地運動 在八九十年代 其實同樣出現在中國大陸 對 中國大陸 你見到多少農民被收了地 然後灌軌了 城市做民工 民工就是農民工的 簡稱 結果偉大的共產黨 又重複了馬克思批評 英國地主階級的那種東西 就將農民奪了土地 送去城市 幫外國人 日本 香港 香港就不算外國人 台商 德商 韓國的商人 或者富士康那種工廠 在這裡做生做死 一身病 死了 所以簡單來說 實際很諷刺 你當年共產主義 產生的反對 那個土壤 你在共產主義的中國 就照版主會再做一次 照版主會再做一次 跟著那些人 所以就 有時讀你們 看歷史 兩相比較 就知道我們 以前那些人 怎樣看歷史 叫余紹閒話 一提就笑話一唱 叫做笑談歷史 你看看歷史 那種荒謬 重複 所以為何要笑談 你一說下去 認真 你便 你便 血管都爆了 特別是老革命那些 看到八十年代之後 這麼猖狂 這麼貪污 那些農民 以前不是說分了公社 在那裡 大家是同撈同撈 不分彼此 為何現在 就拿了農民的地 然後送去那些城市 如果老革命看不開 就會早死 當年英國的共產主義 就是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 就去到資本家那裡 所以就要重奪他們生產的剩餘價值 老革也吸收了 今天很簡單 用那個農民的語言打到豪分田地 就重新支援再分配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其實是可以在革命或者戰鬥的時候用的 但是一旦成平日久 又執政黨 那就難搞了 這套東西用不到 就正如這個我們之前講的 麥加在戰國四周圍都打到七國那麼亂 那時候是用到的 其實很多人相信 去到春漢之後 大一通王朝 都不是那回事 所以這種情況 也重複出現了在中共發展史裡面 那麼孟子對這個墨子的批評 就重複出現了在近代中國 這個孟子對這個墨子的批評 塗墨必歸於羊 塗墨就必歸於羊 就是華麗 就是華麗 和必歸於羊 即是你 不想孟子那種兼愛 就走了 是這個 你現在 要注意那種利己 是啦 即是不理他 就變成是利己 是啦 那你很明顯是經歷了文革 和六四之後的這一代的 這個大陸的中國人呢 就那個共產主義那個兼愛思想破產了 變成了極端的自私自利的一群中國人 最殘酷的那種資本主義 原先那種資本主義呢 因為都還有一些宗教 還有一些遊俠 或者是還有皇室 貴族那些小小的閒氣 或者小小的貴氣 有所平衡 就不會搞得那麼離譜 但是中國那個就來打爛這些 舊的保守的傳統 就變成了這個利他 或者是共產的那種極端走去利己 還有是私產的極端 由此可以看到孟子那個 對人性的那個觀察是非常深入的 也看到我們遇到那個中庸之道 就是你去到一個極端 你就會一挫敗走去另一個極端 就倒不如你只要兩個都不對了 就是中庸 所以陳老師說得對 孟子還有一句 屠陽必歸於魚 就是你 這個就是善良的意願 就是說你割走兩個極端之後 你就要中庸 回到魚的那個平衡 就是又不可以過分的利己 也不可以過分的兼愛大愛包容 就是你在那個中間點 這個就是孟子的判斷 但是這個判斷一定要有一個比較人民的一個背景 所以說譬如有宗教信仰 也不是有宗教信仰 有一定的文化的基礎有那個信仰在裏 或者叫宗教性的文化在裏 你才可以做到這個屠陽必歸於魚 但是大陸現在基本上就沒有了 那些破四舊很多東西 就全部都沒有了 沒有了文化基礎 那麼赤裸之下 是不是可以屠陽必歸於脈呢 那我就打個問號 其實這個就很有趣 他把瑜伽弄掛了 無家可歸 以前是無家可歸 因為你信不到這裏 瑜伽還在國家或者是在士大夫那裡傳 還有人講紅 那些經書都還買到 中共在文革和反友期間 連經書都不准教 要不就是憤慰 要不就是不准在大學或者中學都教 即是說可以 你不是破四舊 將傳統的打爛之後 你還可以回家 那現在是回不了家 即是那個心靈的歸屬沒有了 沒有了 只能夠走到美國 這些砌量 沒錯 無家可歸的時候 你就只能夠四處為家 是的 在那裡口中猛鬧美帝五身 那個錢包還帶著很多美鈔 或者拿著美國綠卡 是我們近代 都是說近代華夏那些 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個叫做花果飄梁 但是你花果飄梁 下一個叫寧根字直 但是你沒有根 你根本你去到別人 香港和台灣還有根 或者還有漁學 你說新學的西洋 還有西洋哲學 有基督教 有古典藝術 什麼都有 你要穩就穩 但是共產中國就是 把你連根拔起 把你那個文化的根 連根拔起 所以你那個表現出來 很扭曲 很多大陸的人 移民到美加之後 你反而會罵當地的民主社會 就歌頌你自己要逃出來的共產黨 這些那麼扭曲的東西 只能夠在中國人身上出現 有些傻的東西 傳統的國學素養不好 只能夠在中學大學讀得少 或者在一般的報刊 或者是電視都很少說 以前比剛才我講的那些 以前其實王朝 比如大家讀節目的 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都知道歷代現在王朝 其實辯論得很厲害 而皇帝其實大部分時間是虛軍 簽個字給人 但都要那個在上簽的皇帝是副簽的 比如這些是我們在香港 我們在台灣的故中是常識 但在大陸聽到好像是天外奇譚 他們一看中國五千年的歷史 就是封建黑暗 以為那個皇帝就是毛澤東 以前那個王權有很多制宅 所以宰相宰相 他就是分了你一定的權力 不是說是為所欲為的 錢穆先生反覆說到 而且他在國師大綱 一開始的時候 就非常強調這一點 就是說你讀五千年的中國歷史 你不能夠用尊制黑暗這四個字 就將它完全無塞 否則尊制黑暗 哪能傳讀五千年 沒錯 幾十年就已經想到 好像蘇聯那樣 四五十年就想到 所以你看麥子的歷史這麼短的話 我們都非常奇異 如果這個麥子的思想 和這個共產思想 有一定的相似性的話 可能共產中國 維持的時間都不會太長的 不會太長的 我想是自一可待 只不過是幾時 是的 大家都期望快點到臨 好了 今次我們的時間差不多 那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